还蛮好的 你现在有没有心动的吗 就觉得比较合适的吗 其实一开始我就是有把那个 短信发给迪迪 就是那个牙医眼 因为 就是他也很高嘛 对对对 有一把 就我现在就是个眼狗 他喜欢高的 大家都是 因为它是我喜欢的那种 那个类型 然后他其实也很 很有礼貌啊 说话 谈吐这些 很绅士 对对对 我们第一次就是约会 就是男生约女生 有三个礼物的盒子 就是我还是比较 比较内向嘛 然后我就是最后一个去挑的 选了离我最近的一个盒子 结果就是他 其实是他让出来的 所以这是什么天意 当时还是觉得有一种 那种阴差阳错的感觉 那你自己也能感觉知道 他就是对你有没有 同样的感觉 没有 我感觉不到 完了 完了 迪迪那里肯定感觉不到 相比之下你觉得还有对 另外一个女生稍微明显一点 超级明显 超级明显 还有其他男生啊你也可以在相处试试看啊对吧 有没有那种对你比较主动的男生吗 你自己能够特别明确的感受到 阿兴 也有 也有 然后其实有时候 其实一心就是对我其实还蛮好的 那你对他有什么感觉 就是你会去信任他 他是就是那你觉得就是蛮踏实的 他比较会照顾人 对 就有时候会帮我就是去拿杯子啊拿碗啊 但这些仅仅也就是好而已啊 对啊 但是其他男生不会做呀 就跟我其他男生没有表现 只是他表现 那你有跟他约过会吗 我跟你们讲就是一心 我们那天去约会 他居然带我去 你们知道他带我去哪了 你们猜一下 等待他看得那么兴奋 应该是他比较喜欢的东西 一个约会的地点 小雪 我们也经常走 我们也经常走 打游戏 对 他居然带我去网吧打游戏 天呐 天呐 然后我就觉得好开心啊 他打得怎么样吗 还行 没有你打得好吗 没有 这差不多吧 大家 你不觉得这种约会地点很特别吗 他一直跟你蛮上心的 就没想到就是约会会选在网吧 你知道吗 好有新意啊 对